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没放冰箱 24小时 不是24小时了 24小时再加12多少 36小时 就有点酥 但是我不愿意浪费 我把它吃了 吃了的办法是什么呢 吃大蒜 嗯 吃大蒜 这是甘子堡村株书给我借了的大蒜 嗯 河北的大蒜呢 不如山西的好 山西的大蒜 不如甘肃的好 大蒜这东西实际上也是严死绸之路 从中东那边传过来的 2010年8月29号的时候 我走到布卡拉 嗯 就是吃哈斯克斯坦吧 哎呦 那一顿饭 当地就没厕所 厕所就是旱厕 你看着 嗯 我当时就是淡尽粮绝 我一点大蒜都没有了 我路上全靠吃大蒜 你看这苍蝇 一万多只苍蝇啊 嗯 就这切了把这个一煮 你看这苍蝇啊 这就是厨房 你看这苍蝇啊 我是新华社摄影记者 你看这这大美女 是吧 哈斯克斯坦 俄罗斯的 俄罗斯都是 他们站的亚洲的边缘地带 也不好好统治 要多脏 有多脏 这时候我没算了 但是我有共产主义精神 我把唯一的一半算 一半算 切成了四半 这是我北大哲学系的 我的学妹 嗯 我这一捉人 啊 这在四处之路上 我把这一半算 切成四份 这是我这 我泡了那个 7UP 然后把这喝了 其实这算 已经没有多大的消毒作用了 但是我心里边 祷告它 靠心理上 嗯 这就是我吃的饭 这高龄 高龄米饭 这鸡 啊 另外吃的这个面包 这面包 我们吃一半就收回去了 下回再来人还接着吃 这就是丝绸之路 嗯 这就是丝绸之路 2010年的时候 在路上买蒜 蒜英文叫 Galic Galic 我们叫大蒜 嗯 呃 在好多地方 大蒜 大蒜这东西 叫糊 就是葫芦那糊 为什么呢 它长得像葫芦 又是从中东 传 中东传过来的 中东传过来的 所以叫糊 嗯 这大蒜呢 有强力的杀菌作用 啊 它中间的那个杀菌作用 主要是硫化物 杀菌消炎 所以一个人在外边旅行的时候 必须吃大蒜 不能说我牛逼啊 我笑也不能 另外防治肿瘤 癌症 清肠啊 能把你肠子里边的那细菌 全给全给清除一遍 排毒 嗯 降血糖 防治熏血管 反正之类 包括防治感冒 嗯 我一听说谁家孩子感冒了 我就让他吃大蒜 我也怕传染果 我也吃大蒜 另外呢 就是 抗疲劳 我白血圈不到一千 我就老中一累 我一累呢 就吃大蒜 那吃大蒜就抗疲劳 抗衰老 保护肝脏 我是 再生致暗性贫血啊 我就造血机能差 但是 这个大蒜 对造血机能 对根有好处 最后一个 就是女人吃好 但是女人不爱吃 就是治阴道炎 啊 女的小女孩呢 都是豆蔻年花 都很干净 最终大的女的 容易有这盐哪盐啊 比如阴道炎 最治阴道炎的 就是大蒜 嗯 我这些都市 像我年过花甲呀 我有丰富的人生经验 嗯 所以大蒜是个好东西 嗯 但是呢 我路上碰见好多的地方 都算 嗯 嗯 我就帮他宣传 宣传他一卖 他就微信 建朋友圈 他就 他一旦卖好了 就开始玩坏了 这就是 农 为什么那个工农联盟 文化大安命 叫工人阶级 领导一切呢 向解放军学习 没说向贫下中农学习 也说了 就是贫下中农啊 里边那个 什么下中农 富农啊 他有狭隘的那个 农民意识 所以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 最重要的就是改造农民 所以中国的蒜里边 有大量的假蒜 嗯 尤其被我宣传了之后 宣传了之后 他就假我之名 嗯 啊 从别地进货 那些蒜 已经不是我说的 最早的那个蒜了 嗯 所以我们相应当相信 我们应当相信党 我买蒜 只信甘子宝的存知书 其他的蒜 我不信 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知识 新华社 占地记者的见识 指导厂 没立场 占地记者 时政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